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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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的胜 是的 右手正在做的 到了地面上的话 苗杰应该不会去触对手 触对手 但是 还是想要做十字顾 还是在拉对手的右臂 反过来 好的 还是想要去拉他右臂 卤伊扎在地面的这个控制和位置的感觉还是不错 是的 始终是没有让对手拿到一个比较致命的这种 哎 反过来了 这个十字顾还是不够牢靠 对 拿起 好 继续 站起来 回到站立 看来卢伊扎这边的 体力也消耗了不少啊 经过刚才一轮 好 右手抱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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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 这次是一个双腿摔到地面 现在摔的比较磁势 两个人可能都要缓一下 调整一下呼吸 休息一下 好 看一看苗杰 尤其是进入到地面这种柔衣系的选手 应该在地面上的动作和把位 第一是方式比较多 第二是战术会比较多 好 拿呗 好 继续砸击 踩带提醒不要打后脑 用胯压住对方 压住的打击看能不能砸开 看现在苗杰的左手啊 已经在往下位了 在找位着要穿 这边现在把对手拧过来 拧过来 有没有机会再做一个选择 所有选择 好 拍了拍了拍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啊 这种柔衣系的选手啊 一到地面之后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 就是他第一他就是技巧和方式比较多 第二他战术安排的变化会更多一些 对于鲁伊扎这一边啊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防摔 基本就没有防住之后啊 让这场比赛就陷入到对手的进攻当中 没错 而且一进入到地面之后 自己明显感觉到信心不是太足 在这我们要恭喜一下这位三十岁的老将 超人妈妈苗杰 在第一轮就以降服的方式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三分四十九秒 红方手臂十字顾降服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上 红方权 红方! 联网 红方! 如果好的